诗篇二十三篇第五集 我虽然行过死因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脏 你的肝都安慰我 死因的幽谷到底是什么地方 过去解经家一直认为是 大卫对于人生当中所遭遇的 最危险境地的一种 比喻性的描述 但现在也有一些学者认为 死因谷就是一个实实在在 存在的在巴勒斯坦的一个地方 大卫曾经在那里遭遇到 几乎死亡的命运 但是亲爱的兄姐妹 无论我们如何解释 死因般的幽谷 这种环境 对于我们很多人而言 是确确实实存在过的 我们的人生往往就会经历一些周遭 有的时候未必是死了 其实死了反倒容易了 是不是 但是这种周遭绝世 我们没有死却好像要面对一种 比死亡更可怕的周遭的环境 在这里诗人用了死因的幽谷 希布莱文 Samash Samavash这个词 它的直接的翻译的意思就是死的阴影 这个词在旧月当中出现了将近20次 而每一次都把这个死做一种最高的强调性的语法 来强调我们的生命如死般的幽暗 在这种危机的关头 世人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词 他用你取代了较遥远的他 他在这里好像面对面的称呼神 因为这时候的牧人不再走在羊的前面 而也不在羊的后面 却是在羊的身边在护卫他 在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有人相伴嘛 何况有主在你的身边相伴呢 他说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 这个杖是什么 是牧人所带在腰间的短棒 他是用来抵御豺狼的攻击的 那肝是什么 肝是走路用的 也可以赶羊 特别是当羊掉落在山谷当中的时候 牧人需要把羊捞上来的时候 就用这个肝 这个杖是为了抵御草敌豺狼 这个肝就是为了保护羊群 所以诗人说 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 我自己在实际生活中的体会就是 唯有主他能够带人经过死亡 其他的任何的领路人也好 亲朋好友也罢 最终在我们往往最需要的时候 转身就会离开我们 而旅途当中 我们只能孤身独行 读到这里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是否看到一个很美的画面 主是牧人 我是小羊 他引导 看顾保卫守卫 我跟随安息 得保足得安息 所以 在他里面 不需要太多的刚强 不需要太多的强势 不需要太多的勇敢 太多的伟大 在他里面 你就安静地做你自己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